对供应商进行支付过后呢,我们是货物和服务的进入 首先,点击文件 在文件的下拉帘中呢,我们会看到有采购管理 点击采购管理 在旁边出现的下拉帘中呢,我们会看到货物及服务的进入 点击货物及服务的进入,进入相应的界面 进入界面之后呢 在左上方,你会看到有绿色的添加按钮符号 点击绿色的添加按钮符号,进入相应的界面 货物及服务的进入 在这个界面中呢,需要有一些关键的信息需要填写 如组织的名称,合作伙伴 还有我们之间相应的合同,等等一些信息 在上部分信息填写好之后 你会在下面看到有另外一个绿色的添加按钮符号 点击绿色的添加按钮符号,进行添加 添加进入的货物和服务的名称 还有相应的数量,相应的单位,还有相应的价额 在填写相应的信息之后呢 在界面的右下方,电脑会自动核算出相应的金额 在金额中呢,包含增值税的数额 当所有信息填写好之后,点击OK就可以了